欢迎收听大安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说一桩越狱案 2006年12月25号 这一天是圣诞节 山西路城市也不知道怎么呢 反正下起了一阵大雾 现在咱们来分析 当时很有可能是雾霾 这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 这雾呢是越来越浓 屋子外边啊 已经是一片漆黑了 能见度不到一米 那就是伸手不见五指是吧 倒是我这胳膊伸出去能看见啊 因为我胳膊短 坐落在山西省路城市 城西的路城监狱啊 当时那天呢 显得特别的安静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了 民警们呢 心里边也盘算着 还有六天啊 咱们今年的工作 就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还有十天 咱们监狱就要实现连续七年龄 十个月没有罪犯脱逃的目标了 这一天监狱的值班领导 是监狱的纪委书记 叫刘翠平 跟平时一样 吃完晚饭呢 就来到了办公室 通过电话啊 挨个了解各个分间区的情况 这么大的雾 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呀 监狱目前呢 正处在布局调整施工的关键时期 监狱里边情况很复杂 应该督促各个分间区 早早的把罪犯的全部的收封起来 到了晚上九点十分左右 六分间区的值班民警李志宏下令 所有罪犯抓紧时间 开始洗漱准备收封 他们分间区呢 是整个陆城监狱啊 在押犯人最多的监区 于是罪犯们都互相的按照监狱的规定 在院子里边呢 统一的洗漱 院子里边呢 装了那种特别耀眼的高压的那水银灯泡 但是这一天因为大雾太浓了 所以呀 这灯也显不出来多亮 值班民警李志宏呢 格外的小心 不停的在院子里边巡视 不断的催促着罪犯 抓紧时间洗漱 早点收封 差不多九点半左右 李志宏打着手电 又巡视了院子一圈 对各个监设点名收封上锁 当走到二监设点名的时候 突然发现呢 他们组其中有一个罪犯 叫西增兵 不在这监设里边 跟这西增兵 同一个护监组的另一名罪犯 赶紧就上去报告 报告队长 刚才啊 我跟他一块上的厕所 他可能还在厕所呢 李志宏呢 立刻和两名罪犯 一起去厕所查看 可到了厕所 这么一看 哪有人呢 空空如也 李志宏立刻提高了警惕 迅速跑到其他各组 进行排查 结果还是没有见到 西增兵的身影 这西增兵啊 当时22岁 是长治市城区南石曹村人 因为犯故意伤害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2006年1月份进入的监狱 西增兵呢 平时也不怎么说话 沉默寡言的 跟别人呢 也不聊天 劳动改造的情况呢 也非常一般 不是特别的配合 2006年9月份 西增兵在家人前来探监的时候 得知了一个情况 西增兵的父亲 有了外遇了 很少回家 也很少顾家 这件事 让西增兵这心里边啊 那是恨得牙根痒痒啊 最近几个月的时间呢 他总是心神恍惚 尽管民警呢 好几回找他谈话 但是啊 他是私家心切 于是他就萌生了一个念头 既然不把我放出去 那我就找机会跑吧 越是赶上这种大雾天啊 乌七抹黑 月黑风高的日子呀 他这种罪恶的念头 就更强烈 更膨胀 这天晚上这大雾啊 这是好几年都非常罕见的大雾 西增兵啊 从小到大 感觉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雾 于是他认为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 洗漱之后呢 等待时机 趁着这浓雾 从厕所里边就溜出去了 鬼使神差的 他也不敢走 也不敢跑 慢慢的在地上爬 爬到了院子西南角的洗漱池那 慌张的 把这身上的球服上衣啊 就给脱了 亮亮呛呛的 又爬过了监狱 因为布局调整临时搭建的生活区的围墙 于是就淹没在了大雾之中 几分钟之后 值班民警李志宏 已经带人呐 奔向各个监区 各个重点部位进行寻找 四个墙角没有 卫生间没有 楼梯底下没有 花池子里边也没有 此时此刻呀 李志宏急的都不行了 立刻用对讲机 向管教三科值班科长郭惠冰主任 报告情况 并且请求警力支援 两分钟之后 郭科长呢 带领着看守人员赶到了 跟大家呀 继续寻找西增病 屋子外边这么大的雾啊 再加上那灯啊 猴亮猴亮的 他一反射到雾上啊 他侧眼睛 当他们沿着这院墙角 搜索到了洗漱池边的时候 发现洗漱台上 有一个模模糊糊的脚印 根据这个脚印 他们断定 西增兵很可能已经出了分间 去大院了 应该立刻扩大搜寻范围 紧要关头 郭主任呢 立刻用对讲机要求值班民警 重新认真清查本分间区的人数 然后快速到三门内看守所办公室集合 他一方面呢 通知了武警中队和二门 要求他们呢 加强港哨警戒 另一方面 及时向监狱领导做了汇报 在确认各个分间区 秩序正常的情况之下 郭主任命令值班民警 兵分两路 分别对三门内外进行仔细搜索 什么叫三门二门啊 包括还有外边大门 因为监狱啊 看守森严 这大门就好几道 三门呢 就是最里边的那道大门 接到报告之后 时任副监狱长刘文长 时任监狱政委刘贵宝 时任纪委书记刘翠平 分别在最短的时间内 都赶到了二门的值班室 不大一会儿功夫 二分间区值班民警 王雁勇就报告说在临时火房附近搜索的时候啊 发现了西增兵的胸牌和囚服的上衣 基本可以断定西增兵已经实施了脱逃行为 刘政委呢 马上跟远在外地出差的监狱当委书记监狱长杨宁就通了电话 并且决定立刻成立应急指挥部 刘政委这时候一声令下 二门值班民警就拉响了警报 刹那之间啊 这尖锐的警报声 那是响彻夜空啊 当时的时间是晚上10点15分 伴随着警报 监狱的民警职工家属都被动员起来了 从四面八方向着监狱管教楼快速的集结过去 驻监武警二中队的官兵们呢 也都行动起来 管教楼前警车呀闪烁不停 警笛也在那呜呜呜呜呜的啊 喊个不停 不到10分钟的时间 楼前已经聚集了上百号人了 刘政委简单通报了情况之后 立刻按照应急预案调兵前将 一组呢由民警和武警组成进入监区 二组呢由武警进入内围墙 三组四组由监狱民警和工人组成 从东西两侧在围墙外包围搜捕 此时调查资料组也迅速从系统里面调出了西增兵的档案 把他的基本情况和照片都打印了出来 监控组呢也认真查看了监控记录 器材组迅速提供了蓝车牌 手铐 手电筒等物品 一张搜捕网 可以说是煞时间啊 就杀出去了 可是随着这天色越来越晚 这大雾也是越来越重 能见度是越来越低 出差在外的杨监狱长啊 电话也是一个接着一个 监狱的围墙上都有高压电网 西增兵翻越围墙出逃的可能性那就不大 他也怕被垫死啊 没出去先垫着了 那怎么办呢 监狱的排水系统呢 处处都有坚固的钢筋 所以从地下逃走的可能性也不大 如果说他还没有从监狱二门混出去 那么西增兵很可能还藏在某个角落里边 指挥部里边的民警啊 那是沉着冷静啊 在那不断的进行着推断分析 漫天大雾还在进一步的急剧 时间呢 也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这时候监控室报告说 报告领导 通过对监控记录的排查 在21点至22点期间 出入二门的人员只有一个人 由于图像不清 身份暂时不好确认 接到这条线索 大伙的心呢 一下子都提到嗓子眼了 指挥部立刻让二门值班人员 和六分监区民警到监控室反复辨认 晚上11点20分左右 监控室报告说 出去的那个人身份已经确认了 是一名电工 并不是西增兵 并且这名电工后来啊 也到现场了 证实了这个消息 这个信息就更加坚定了指挥部的判断 就是西增兵还没有跑出监狱 刘政委当即指示 收捕的重点应该放在监狱内部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 指挥部啊 仍然做出了到监狱外面三个关键路口 设卡查赌的决定 同时呢 命令在长治待命的 育政科副科长李春生 带领两名民警 赶往罪犯家里面布控 指挥部的电话声 那是唧里哇啦 响个不停啊 各个方面的情报 也在不断的传输回来 远在外地的杨监狱长 不断的打来长途电话 询问搜捕的情况 并时不时的做出新的指示 不少家属啊 也打来电话 问自己的亲人 是不是到位了 0点20分左右 分别从陆成和长治 派往西曾兵家中的 两路民警会合之后 立刻对他的家人 展开政治攻势 与此同时 指挥部与杨监狱长 商议之后 决定上报省局 省局预政处处长 接到报告之后 当下就指示了 要不惜一切代价 采取积极措施 迅速将罪犯抓获 这时候啊 已经是0点30分了 我们都有过经历啊 大雾的天 越到后半夜 这雾越浓 这时候民警们 手里的手电筒啊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用了 往前照过去 那就是白茫茫的一片 气温呢 也降到了一天之中的最低点 各位 大冬天的呀 可是所有的参战民警啊 没有说怕冷的 怕苦的 怕累的 刚才啊 咱们已经说了 大家呢 依然认为西增兵 应该还没有出监狱的大门 所以决定重新组织力量 对监狱内部 进行第三次全方位的地毯式搜捕 两路搜捕小组啊 很快就组成了 西部的搜索小组呢 有两个人分成一个小组 乘阶梯状往前推进 东路的搜捕小组呢 面临的情况更复杂啊 因为这东路呢 属于监狱的动力区 勾勾坎坎的啊 包括各种各样的管路特别多 地形很复杂 他们呢 又爬房又下坑的 不能放过每一个死角 而此时此刻 西增兵在哪呢 没错 他就在监狱里边呢 他还没来得及出去呢 他呀 看着闪烁的光啊 听着急促的脚步声 特别是听到警报声 他感觉彻底绝望了 他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这么恶劣的天气之下 民警已经进行了三次搜索了 他慌忙的逃窜到了拆迁工地 硬是从一扇旧窗户上 搬下来一根钢筋 他呀喜出望外 心想呢 一来可以冒充施工人员混出监狱 二来 如果遭遇不测 还能够当做抵挡的工具 但是很快又绝望了 监狱大门紧闭 值班室里边是灯火通明 出去那是没门了 他呢 决定翻越监狱钢料库的大门 打算从西边寻找时机 逃离监狱 可是驻间武警啊 早就加强了对围墙的布控 来回摇头的探照灯 也吓得西曾兵不敢抬头 最后呢 只好蜷缩在钢料库里的 一个暖气检查井里边 凌晨一点半 当武警战士搜寻到钢料库墙角的时候 发现墙角的暖气检查井啊 好像有挪动过的痕迹 他们立刻就把这检查井盖给打开了 发现西曾兵正蜷缩在地沟里面 下半身都被水浸湿透了 冷得浑身发抖 这时候文讯冲过来的民警 立刻把他从地沟里拽了出来 并且迅速报告指挥部 同时把他关到了禁闭室 这是借着雾霾天气 一次警匪之间的较量啊 最终啊 也因为监狱方面的果断行动啊 因为监狱方面的准确判断 这才没有让西曾兵逃出去 如果逃出去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各位想啊 他恨他爹恨得牙痒痒 出去之后 会不会对他爹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 又会不会对他爹的情妇 做出一些更加残忍的行为 这些事情 我们真是连想都不敢想 还好这样的一次较量 把可能会发生的罪恶 就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就扼杀了 感谢观看